未来世界不需要手机 每个人都是一部行走VR 什么名字 职业 年龄 只需用眼睛看向对方 所有信息就会上传到云端库 就算是一只狗都没有自己的隐私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科幻悬疑电影《匿名者》 故事发生在2030年 美国政府为了降低犯罪率 从幼儿一出生就在眼睛里植入VR晶片 这是一个非常bug的社交系统 只要睁开眼 所见之物的详细信息 就会串联至云端 以供政府随时查看 当然民众之间也可以查看减误信息 而且比手机省事还实用 如果你喜欢上一块手表 眨着眼就能看到虚拟的佩戴影像 付款时同样只需眼神制服 VR晶片的诞生 大大提高了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唯一缺点就是每个人都没有隐私 在这项逆天技术面前 警局破案简直不要太轻松 仅需点开客户存储记忆 用上帝视角就能给出最精准的答案 然而就在这天 警方遇到一起诡异的谋杀案 死者是一名社会精英 警探老萨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他翻看死者生前记忆数据时 发现画面突然抖动了一下 紧接着死者视角就切换成了杀手视角 显然是有人入侵了云端 也就是说死者生前根本没有能力看清凶手长相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杀 依据案发实践调查 凶手还具有更改记忆画面的能力 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 一时间老萨也被难住了 若真有人想借此方式推翻政府 后果简直不堪想象 因为没有人知道凶手在哪里 又会再合适作案 最可怕的是 这样的死者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起初警局认为只是特例 但现在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由于一直找不到实质线索 警方最终决定从这些受害者生前的共同点 开始出发调查 他们身份各异素不相识 但生前都从暗网上雇过一个代号 匿名者的神秘女黑客 解对方之手销毁自己的不良记录 这时老萨想起昨天遇到的一个女孩 女孩信息显示着未知错误 然而等他再次翻看记录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此人 后来他又从街上路人下手 震惊发现 与女孩相遇的几十名民众 同样被抹除了这份记录 由此老萨大胆猜测 女孩就是匿名者 且发明了某种骇客演算法 一旦有人搜寻她 便会立即清除踪迹 当晚 街区再次发生了凶杀案 老萨在调查时 凶手竟大胆杀害了安保 他循着生降一路追击上去 不料刚追进地铁站 就眼前一花滚下楼梯 老萨挣扎起身走进地铁 但车厢内的乘客却表情呆滞 他瞬间意识到什么 很明显 老萨的云端也被入侵了 事后警局断定凶手不是简单的黑客 对方不仅能入侵政府云端 而且还是个卓越的剪辑高手 强大到可以改变帧数设下陷阱 为了不再被凶手牵着鼻子走 老萨决定以身作儿主动出击 运用政府特权 他修改了身份资料 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事业有成的投资人 包括家人和身边朋友 同样是用数据捏造出来的 接着用一个月时间去花天酒地 然后登入暗网标出高价 发布了想要删除不良记录的要求 不符合形象的则会直接拒绝 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 大鱼终于上钩了 此人正是老萨直接偶遇的女孩 与警局之前判断一样 女孩的黑客技术果然非常逆填 不但轻松帮老萨删除了记录 而且还贴心伪造出他一个人在家的场景 老萨本想继续套点信息 无奈女孩一点机会都不给 之后在他惊恐的眼神中 对方直接抠动了扳机 庆幸这只是女孩用的障眼法 目的是消除两人见面的记录 等到老萨反应过来追出去时 对方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虽然没能抓到女孩 但利用警局提前安排的暗线 还是成功追踪到一个登陆地址 随后找来内部黑客 反向侵入了女孩的云端 可惜对方生活的非常谨慎 一群人忙碌了大半天 也紧找到另一个雇主的记录 雇主是一名艳品黑商 要求删掉买卖假话的画面 就在警局众人毫无头绪之际 那个黑商竟然死了 而且死法与之前几名受害人一模一样 为了不中断这条线索 老萨只能铤而走险 再次联系上女孩 可不知为何 老萨此举反倒让对方认定成 想见她的借口 一股异样情感 莫名在两人之间滋生 紧接着就是一场唇枪舍战 老萨本想着此事会推进案件进展 不料就在女孩删除记录时 突然发现影像跳了一下 这让她瞬间警觉起来 接着倒退画面一针一针查看 果然找到一个警员 通过入侵警员的记忆云端 女孩发现老萨将是一名一级警探 下一秒 一声呛响从隔壁房间传来 老萨慌张走出去一看 没想到暗线居然被杀了 就在这时 女孩给她打来了电话 为了让老萨长长记性 女孩还给她留下一份大礼 即便明知影像是假的 可这种感觉还是让老萨吃尽苦头 此日一早 老萨准备去警局上班 结果刚走出家门 就震惊发现走廊燃起汹汹大火 老萨非常烦躁 拖枪一顿乱射 还好邻居出声把她拉回现实 意识到自己失态 老萨颇为尴尬 接着她又按下电梯按钮 却再次险些出现意外 恐怖遭遇 让老萨决定去警局躲避 来到急到交叉口时 她再三确认周围没有车辆 才敢启动车子 事后 老萨找上同事诉苦 认为女孩肯定还会报复她 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就在老萨快要被急哭时 同事又带来一个坏消息 她隔壁的邻居老头死了 警局翻看了老萨的云端记录 影像显示就是她开枪杀的人 老萨听闻白口莫辩 因为自己确实开了枪 但真的没有杀人 可惜警局领导压根不信 最终决定在案件彻底查清之前 将老萨停职软禁在家 也安排一个警员 24小时全程监视 为了自证清白 老萨没有所以待毙 他闭上眼睛 保持匀速呼吸 给监视警员一种 自己入睡的假象 实际情况则是 他闭着眼起身 摸索着墙壁 缓步来到楼下 然后趁警员不备 一拳将其揍晕 依据此前调查的线索 老萨马不停蹄 赶到女孩家中 他持枪逼问对方真相 可女孩却一脸委屈 加无辜 他表明 自己从未杀人 而是被人陷害了 说着还放出一段影像 证明自己上次离开酒店之前 警局暗线就已经被人杀了 女孩情绪稳定 思路清晰 老萨凭直觉相信 他没有说谎 为了引出幕后真凶 连人决定合作一次 晚些时候 老萨刚回到家中 便收到匿名者发来的警告 正直疑惑之际 视角突然受到干扰 紧接着画面就切换成了 凶手视角 不等老萨反应 凶手直接开枪 好在没有伤及要害 只藏在暗处的女孩动手了 才让凶手吃痛 射偏了位置 随着女孩视角移动 老萨终于看清凶手的模样 没想到此人居然是局里的黑客 当初就是他反向入侵女孩云端 原来黑客早就盯上女孩 因为急于得到对方的黑客技术 所以才用些下三滥手段 将女孩雇主全部杀死 再嫁祸给他 这样他就有了把柄控制对方 从而帮助自己改写整个云端 完成春秋大梦 如今阴谋败露 黑客正欲挟持女孩逃跑 不成想反被老萨一枪命中 连活人跑到走廊 这一次 老萨不再用眼睛瞄准 凭靠听觉开枪 总算解决了黑客 合作达成 女孩没有停留 深深看了一眼老萨后 离开了这里 事后 有着女孩暗中相助 老萨成功自证清白 欢呼原池 但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透露女孩的消息 许久 两人再次见面 女孩也向老萨表露了心声 他不是特意想要隐瞒什么 只是不想被人看见真实的自己 在这个毫无隐私的时代 也唯有这样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匿名者 善于2018年 由楚门的世界编剧 安德鲁尼格尔亲自指导 克里夫欧文 阿曼达塞弗里德 连昧出演 是一部充满冷色调味道的 科幻影片 科技进步是为了解放人类 不应该被无处不在的数据 弄得束手束脚 可以想象 如果没了隐私 世界将会变得有多么可怕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